走的時候我送他一個吊飾 就是說佛陀爺保佑你 慈濟用誠心走進墨西哥 不只發放也舉辦八場疫診 帶入忠於針灸 為災民緩解疼痛 醫護團隊最大的收穫 就是看診完病人帶著微笑回家 這一生中 忠於知道什麼是愛 什麼是關懷 好像他們是沙漠 上人帶來甘霖 不是物質 是心靈上 讓他們了解真正世界上 什麼是愛 參加這次國際疫診的陳怡玲 是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護理長 在接受大愛台採訪中 分享愛無國界的精神 讓父親從反對他參加疫診 到現在是全心支持 開心的不只是多了一個忠實的觀眾 而是真的是用透過電視 把這個善的力量傳出去給更多人 這也是讓我更了解 我們人文置業的使命 現在真正的 又知又是又有喜 我們就會體會到 這才是真正的 田姐大道 陪伴災民走過傷痛 找回笑容 即便發放結束了 還有滿滿的愛與希望 留在大家心中 大愛新聞 謝雲山鄧銘怡 花蓮報導 囉 趙